用一个梳子水培千叉长春花枝条 生根块成活率高 一盆变多盆 长春花呢又叫这个经典草 日日春和日日新 它呢开花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开花呢也特别勤快 只要说是养护得当 几乎呢是全年开花 今天我们说一下这个水培千叉长春花枝条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修剪一些长春花的内枝条 一定要用这个内枝条 不要用一些老枝条 枝条呢剪到六到八厘米的长度 每个枝条上呢保留两三对叶片即可 其余的叶片我们都去给它剪掉 然后呢找来一个梳子 找来一个梳子 把这个长春花枝条呢插入到这个梳子中 让这个梳子呢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我们找来两个玻璃杯里面放入生根叶 搅拌均匀 把这个梳子啊放在这个容器上面 就可以让长春花的根部接触到水费 十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底部呢就能够生根 生根之后我们就可以水培转土培了 土培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核砂 透气性比较好的土壤来掀插 来养护 放入土壤中之后呢放到散光通风处去 放到散光通风处去养护就可以了 这样呢一盆变多盆 喜欢的话又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